Hello 大家好 繼續 Pokemon 特別編輯 上次我們說到超夢夢的劇情 然後應該要去石英高原 但我發現在常盤市右手邊應該有一個叫Yellow的劇情 我們來了 我們的女兒失蹤了 她說要去常盤森林已經5個小時了 我要去找她 哪裡都看不到她 但是不用擔心我來處理 你要做什麼? 沒有什麼我們要在這裡等 什麼? 我認為你的孩子只是在找存在感 如果我們忽視她 她最終都會回來 這個是一個放置她 為什麼這裡有一隻東西? 之前有什麼波波? 放置了Yellow 上盤森林說 我們看看上盤森林 跟以往有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好 Yellow 在哪裡? 先找她出來 還是不用我找的? 但是好像我記得上次... 咦? 要打架嗎? 十一呢? 這些瘋心妄想的小子 你不是以為你可以成為這個精靈大師嗎? 我就是那些一理已經在一個假身獸 然後在上盤森林 我今天第一天出發去冒險 然後立即打殘了她 你永遠不會成功的 你想做大師 咦? 看到了 蝦古龍 我先拿精靈球 沒有什麼比精靈球更加重要 好,來了 啊! 聞好聞好 退後啊,小妹 現在是蝦古龍 有攻擊性的嗎? 出去吧,奇異草 野生的蝦古龍 這個能不能捉? 如果能捉的話我想要 撐瀑布 然後拿個... 拿個... 塔塔頂 不行,太高攻 一招就差不多了 捉不捉? 捉得了 是不是有搖? 有搖的話真的可以捉了 OKOK 我舒服了 你沒事吧?有沒有受傷? 我...我很好啊 你要小心啊,你確定你沒事 謝謝你 這個是你的? 哈哈哈,但不要被嚇壞你 奇異草就像風一樣來了 溫柔? 奇異草? 阿威 你的圖鑑有問題啊 玩了那麼久... 過了那麼久都不知道你的精靈已經進化了 好羨慕你,我也想要這隻精靈 你沒有自己的精靈 沒有啊 好,那我幫你修復第一隻精靈啊 真的? 哈哈,我幫你找了這隻精靈 就這隻啊? 喂,有沒有搞錯啊? 你給什麼人啊? 呃,這裡,這隻可以嗎?給這隻可以嗎? 還是不料 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有點眼粉 啊?我去哪裡? 在這裡 咦? 我去上半身了 不是啊,這個是代龍的秘密村? 什麼? 這個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然後代龍呢,還有這個藍代獸 還有這個紅代獸 還有這個小代獸 就是代龍啦 藍代龍,還有這個小朋友代龍 可以進來 因為一些特殊原因,奇怪的原因 這個是某種不同的...什麼地方? 你可能在代龍的袋子睡了覺 然後他帶你來這裡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的? 啊,問得好啊,小朋友 因為我和你一樣都是睡了覺 然後呢,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一百多歲? 你可能想知道為什麼要保持青春 因為時間在這裡是為停止的 嘩 這裡的代龍的確不一樣 這些不是,他們是紅代龍 是紅聖的代龍 哇 我在世界科學界一直想知道 代龍如何繁殖 因為一夜我沒見過有男生 對呀,誰會猜到代龍為了反應後代而穿越時空 怎樣怎樣 哈哈哈,不管怎樣都好 如果你想離開,只要跳進去就可以回去傳送的 這個世界 資線...啊? 秘密村莊? 正! 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就去玩資線劇情 代龍天使,甚麼KengarKengarKengar Kengar是代龍的英文名字 好,這裡應該只有代龍 還是甚麼都沒有呢? 誒 真的很多啊,但我不知道有甚麼特別 頭骨 頭骨的話應該是格拉格拉那隻 頭骨是嗎? 嗯?頭骨是甚麼?這裏 某些特定精靈 代龍母親死去的頭骨 啊?是嗎? 應該是被代龍進化吧,有機會是 這個呢? 連接石也是進化用的,這裡 這裡是沒有東西撞的 應該是沒有野生的精靈在這個秘密村莊 啊?這隻有得打的 那這隻要捉了,各位 這邊呢? 這邊是一男一女來的,對吧? 這隻呢? 要回到原來的世界,不回去 沒有,只有一個地方而已 只有這隻熊代龍可以捉了 那既然是這樣,我們捉一下吧 30咧? 30咧? 咦,我有黑故隆在身上 加防減特防,那麼差? 用你吧,就 液態尾巴 噢 用這個發射飛龍的咬水應該咬不死 OKOK 之後再用奇爾花的睡眠 睡眠 再用這個精靈球 欸?超級球? 沒有精靈球嗎? 我 捉了 但是它沒有之前劇情 有什麼之前劇情? 只要跳進袋裡就可以回到原本世界 它好像沒有劇情 這裡 還以為是有很多劇情 問了這些代龍會不會有什麼特別 這些石會不會有特別 另外還有一個未知的地方 好 看了一看好像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我們先回去吧 這裡 有點想睡 回來了 啊 Yellow 那隻的 最強的精靈在哪裡呢?請問 我們Rat 是不是打算給一隻最強的精靈 給Yellow 在哪裡呢? 這裡?不是啊 這裡剛剛一開頭那裡來的 真的說應該是在差不多 這個森林的終點地方 我猜是 這裡這裡這裡 這隻有嗎? 嗯 幫你一隻呢 修復一隻 俄龍咆哮 什麼咆哮? 哈哈哈哈 你小拉丹去吧 試一下吧 做什麼啊? 樹上有東西 它動來動去 快點抓住那隻老鼠 抓住那隻小拉丹 嘩 做什麼阿柏怪出來 有個泰山阿頂 泰山阿頂 泰山阿頂 不抓了阿柏怪 去吧 精靈球 抓到了 抓到它了 好高興看到你啊 做得好啊 現在你就是訓練師了 意味著你必須對你的精靈負責任 阿柏怪和這個蝦古龍不應該在這個森林 他們為什麼會捕捉你的小妹呢 究竟是什麼回事 好啊 讓我帶你回到你的父母那裡 OK 阿柏真是好人 簡直是呢 簡直是這個大木博士一樣 哈哈 大木博士都OK 給小火龍那些 阿柏直接給老鼠給你 給哥達給你 給你啦 好厲害啊 這隻惡龍咆哮 好回去 先回去回去 還有我想放下卡古龍 順便看一看這隻 這隻 急噪加速減防都OK 不差 Pick up啊 十方技能 十方特性 真的沒什麼特別 我估計 回來了 看我都說他會回來 他只是想引起注意 嘩 這個人啊 這個軍沙 嘩 你們說你很擔心啊 我想你媽媽呢 跟我說 跟我也 都告訴你 不要在森林島 流太淚 最近呢 有些奇怪的事 你知不知道多擔心啊 對不起阿爸 但感謝你呢 你是 我是女子 純巴珍的 石英高原 同時在找強大的訓練師 打架 那我不錯啊 我希望幫到你 但這個城市 沒有任何強大的精靈 你可以去道館 但他已經荒廢了 不管怎樣也好 多謝你 禮物 什麼 常潑市道館 就是我找到 企業種子的地方 小王的禮物 篇章結束 道館啊 我們看看我道館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 現在這個 還有好像給了 XM06 這裡是不是有什麼暗度 真的 這個類似新的地方 來了 28篇章 28篇章 火箭兵團 好 看到這麼多這些 哎呀 一來馬上錯了 看到這麼多地下的傳送裝置 你就知道 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東西 這裡 這個 這個還要 OKOK 這個 OKOK 應該兩個都可以 什麼 哇 關主在哪裡 我猜到你要來了 歡迎來到 上半市的道館 順霸鎮 你這個老古董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在離比市 你就是道館管主 我就是上半市的道館 為什麼會叫他老古董 哈哈 你和火箭兵團發生過衝突 現在你可以見他們的賴老 你可以叫我犯覆 所以那時候你真的考驗我 差不多了 火箭兵團一一躲在這個建築裡 哈哈哈哈 你可以想一下這個建築有多少敵人放縮 這裡除了你和我沒有什麼人 你不站在我這邊就太遺憾了 我需要像你這樣的訓練師 你以為我會成為你的物友 不會的 蛤 你看 你周圍的精靈球 選擇一隻跟他打 然後我會看看你的反應 是不是足夠快 來迎接我的下一次攻擊 蛤 這麼有趣的這個劇情 你想和他戰鬥 嘩 你這麼大的著獸 我想打光 你真的覺得你贏了我 我 如果我抓那隻火乾 你應該跪在這裡求我 叫我不要打死你 這隻啦 這隻最容易打 其實 我們先 先排一排哪個最容易打 各位好嗎 有這個鐵甲暴龍 大針鋒 尼多後 鴨嘴火龍 尼多王 鐵甲背 那其中防禦性能最弱的一定是大針鋒 和大蝕背 然後再上的應該就是 鴨嘴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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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 鴨嘴火龍 或者和鐵甲暴龍 防禦性能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 然後尼多王尼多下 是比較強的防禦性能 或者在攻擊方面 平均型 既然是這樣 我們由最弱的大針鋒開始打氣 嘩精靈他的手火傷 什麼手火傷 嘩 我怎麼扣血呢 一來你這個拼勾 電磁波 對 如我所料 他一來已經被我電磁波了 之後死了 再用金棍桿才搞定 你這個下一步是什麼 我下一步是save 再打多次 然後到這隻 傑兵 不是吧 哦 他每一隻都有不同的狀態 大針鋒就是扣血 鐵甲背就是傑兵 好 不錯 傑兵 極幫助 唉 真的好差 我等我一解凍你便死了 人生血激 哇 他用鐵壁很硬 瘋狂用 泰山亞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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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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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好 之後 我自己覺得這隻其實都比較容易打 這隻 麻痹 應該有機會一下死 一下死 因為我剛好刻住他 這三隻就是防禦性能比較差 而 這隻也是 燒傷了 沒問題 也是兩下死 一下 也是兩下死 好 鴨椎火龍 燒傷 尼多王尼多厚應該有一個是中毒 或者兩個都中毒 我們先打尼多厚 居然是睡覺 好 醒 都是一下死 太高 剛好刻住他 因為 肯定是毒 都是一下死 OKOK 好了 我們來了 開始打完這六隻精靈之後 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還是要再打 OK 其實大增鋒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大增鋒只是扣血 就不是有狀態 有狀態其實是一個比較麻煩 他會減掉你的持續 那個 呃 持久力 續汗 一個續汗的能力 你不斷結兵 真的贏到我 先來個霹靂 這隻 這隻應該死了 雖然我只有32 但是對面45 那個 噢 特防比較低 原本想著 誰知道他可以 頂到一下 太慢了 你越來越也不夠快 你什麼意思 我已經打贏了你的三個精靈 看著你後面 嘩 好驚訝 我一直在用專業以外的精靈 但你實際上給我施壓 令我用我最厲害的幫手 在道館的管主裡面 你已經跟很多不同熟悉的精靈戰鬥過 電系的馬志士 毒系的高手 阿吉 還有超能力的小妹 娜茲 現在你遇到我 地面系的精靈大師 哈哈 但是你大針鋒不是地面系 不要騙我 難道大針鋒可以使用地面技能 就是地面系 你去過和戰鬥過 每個地方都是我的控制下 對你來說 他們都是一個無關的事件 而你所有的戰鬥 實際上都有偉大的實驗一部分 我們為了實驗捕捉的精靈 被帶到肉熊市的生物實驗室 然後他們在金黃市接受基礎訓練 接下來他們會被帶到枯葉市 在那裡安置在聖安老浩 再轉移到熊年島 最終到達上半市 因為我們被正義的道館管主監視著 所以運輸必須通過海路進行 我一大輪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其實很老實說 當他們最終來到上半市 他們已經被扔進了繁殖地 在那裡一些實驗動物 揮霍了他們的原始和野蠻的能力 就是這個港府的上門森林 即是 他將一些精靈 實驗過的精靈 放進這個上門森林 對 一個養殖牆 一個叫做生態圈 可以當是 這裡是上門森林 這個蝦古龍和阿帕瓜 是他做的 我是唯一可以阻止毒的 哈哈哈哈 去哪裡 你跑不掉的 我可以進去嗎 我中了毒 回去才可以嗎 我待會再來 喵雪還是不要 開始麻煩 喵雪真是解毒 喵雪真是毒 喵雪我們不如重新來 我們打大針鋒 大針鋒 我覺得容易打 大針鋒應該容易打很多 大針 這個大口腹 就 黑色眼睛 鐵甲貝的話 其實就要換 李家超 先來個 再用 伏特 應該打不死 伏特好像是蜜弓 沒記錯 現在伏特蜜弓 鐵甲貝蜜防 高手 這個實脈伏特 之後再用蜜香蛙的攀牧布 搞定 OK 我不想 我不想一邊種著毒這樣打 因為我只有一支解毒藥 這裡有東西捉 好 這個地方 挺有趣 為什麼這個板木可以動來動去 你管主很不稱職 這個設定很不稱職 這個 左右望 下巴掛 蝦古龍 這個應該會有 大腿鳥 我有大腿鳥嗎 我有大腿鳥嗎 我什麼時候有大腿鳥 因為 Green OK 自從上次看到你 一點都沒有變 你不會贏到 你自己心裡有數 死了 這隻 毒刺 大針鋒 照打 尼多防照 水 龍龍岩 繼續水 三地主 繼續水 鐵甲西牛 死了 不要緊 撐出蛋蛋 再用催眠 再用皮花的 脫兩扣 拜拜 全部都差不多兩彎內 打死一隻精靈 我輸了 哼 你是一個有趣的家夥 你們兩個出來了 把握大人你沒事吧 我們盡快趕來 好好 那個是毀掉關刀分佈的男生 對 沒錯 我現在處理了他 你不需要這樣做 大老大 老大 沒錯 小千就做什麼什麼 我給你們三個任務 我要你們結束 火箭兵團的骨子群島和七支島的分佈 什麼 這個代表 也沒有火箭兵團 如你所願 火箭隊編章結束 嗯 這是什麼 他皮膚完好無缺 他頭髮都沒有斷落 還不再生 這是什麼診斷 你還OK嗎 你有沒有聽到喬姨那個話 他說我頭髮和皮膚OK 哈哈 我發現你在上門森林暈了 我以為你受我傷 我帶你來 上門森林 咦 那那裡的精靈呢 那些怪異那些呢 這裡的人呢 終於猜你用的對比做些什麼 他們現在正在前往上門森林安撫精靈 太好了 你和道工管主打戰鬥 對啊 還沒拿到他的徽章 有沒有關係啊 你不需要那個道館徽章 都可以參加聯盟 我知道 但我腦海裡面 一直有聲音 為什麼我沒有拿到上門 道館的徽章 好啦 沒所謂了 我現在要去石英高原 祝我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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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me 好 今集時間就先玩到這麼多 原本想著代龍那支線 劇情都有點長 但可惜就 嗯 就這樣捉著這男子代龍 那就完了 好啦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將會去石英高原 參加第一次聯盟賽 先這樣 拜拜 拜拜